一枝穿环箭,千冠万马来相见 时事观察集结号,现场直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时事观察集结号 我是梁杰峰 这一天我们没有请来外面的嘉宾 我们就跟我们的老拍档叶丽玲一起做节目 Cindy你好 你好梁总 我们一开始节目之前 讨论时事话题之前 不如先跟大家讲一讲 希望大家踊跃参加我们一个歌唱比赛 今年就是我们星岛中文电台 第28周年 对呀眨眼28岁了 28了,28好年话 但28不是16,真正正正正的28 那是另一种的28年话 28年都很不容易 我们开台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一个小小的办公室和办公室 在地露 就在我们现在星岛在华佛 Kernig街的一个物业那里 现在我们下面是做了访客中心的 以前就拿了那栋楼 就用来做我们的电台 但是地铺还是星岛日报的 门市部 对了门市部办公室来的 地楼就是粤语台 地楼是粤语台 有一个小的房间是做录音室 下边有两个录音室 有两个 上边一个下边一个 怎么说呢 就里面有一个 然后外边那个房间 下边有两个录音室 一个会议室 然后上面新闻部又有一个录音室 是是所以 而二楼新闻部那个 就是一个直播室 三楼直播室 三楼 三楼 各楼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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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各楼不计 各楼不计 所以二楼是新闻部的直播室来的 然后再上去三楼就另一个直播室来的 是 后来转过几次了 我还记得 我们在楼下地楼跑跑跑跑跑跑上去直播的时候 气楼气喘 是是是 后来就把三楼就 就开了各语台 是 所以把三楼全部呢 间了就做直播室 各语台 但是其实 中间二楼那个呢 最初开播啟播的一天 就是28年前 4月8号呢 啟播的时候呢 就是在那里 二楼那个窄窄长长那里呢 就在那里做直播出去的 哦 我记得我那个房间仔嘛 记得 记得 好窄 好小一个 但是在那里都做很多节目的 包括我们做过 我运圣火直播啦 还有异见人士 王熙哲首次来美国保外就医 那我们跟他家里的广州的家人 现场跟王熙哲连线啦 就是在美国的王熙哲跟他连线啦 那然后也都做了很多 很多现场节目都在那里来做的 所以很多回忆在那里 那28年来能够到今天呢 当然是要很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常常都说 没有听众支持 那我们干嘛都没用呢 不是说我们坐在那里 有张嘴就可以的 是要有听众支持我们 有听众愿意继续听我们 所以很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 让湾区 有一把属于湾区人的声音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自己做媒体这么多年了 不好意思啊 今天有点感冒 所以有点 有点失色的 说话 不是都很顺 不好意思 其实呢 就是在湾区做媒体呢 就 叶利宾廷都是了 我们都是知心媒体人 哈哈哈哈 说个真心话 在湾区做媒体呢 是要很大的热成 是有强大的热成 说个真话 叶利宾廷和我在湾区做媒体 都这么久了 你想一想 在我们身边流走的人 几多几多 能够留在这里 坚持继续做这个工作的 你说是为了什么呢 信念 为了自己的一个 对这个事业的一种热成 因为你没有什么很为的 你说为钱吗 你想也不要想 想也不要想 就是在我自己做媒体 已经这么多年了 亦都 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也都有不同的 可能的工作机会 我们媒体人来说 在湾区呢 最容易做的就是去市政府做 是的 帮一些市参事 或者是周参众议员 或者去政府部门里面 是 很多这些的 而你只要一进去 你的人工自然就会 会好很多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考虑到 这些机会 虽然西面很多人 都是这样转了 明显也都觉得 比我轻松 比我轻松 但是我就觉得 做媒体今天有一样不同的 就是我们 真的保留一把声音 为社区 当社区不单止说 我们需要听一下歌 或者做一些娱乐访谈 不是这些 也都不只是提供一些 事用资讯 勞工 移民 这些当然很重要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在湾区普拉 我们的华社区 能够有一个发声的平台 我们能够真的 关注我们在这里 华人生活 面对种族的问题 从而在这里 能够汇聚一些声音 让政府能够重视 这个很重要的一点 你有一个媒体 营造一股力量的时候 对方就会有一个 关注的焦点 如果当我们 连一个媒体都没有 华文媒体 是在这个残酷的 现实媒体生态圈里面 如果真的是归零的话 我们眼见 我们在湾区这么久 我们初来美国的时候 到外面的报纸 有多少报纸 你一只手数不了这么多报纸 不只是升到的 有很多很多报纸 包括地方本地的报纸 都有好几份 有不同的电视台 电视台也有几个 不像现在这样 有几个电视台 可以叛赖 看不同的剧剧 看不同的东西 但现在慢慢 整个大潮流 生态改后 就无聊了 剩下了ㄟㄟ可塑 representative 现在都剩下面 在這樣的環境下如果我們再不支持我們自己的媒體 我們覺得很多東西免費網上或什麼 我們慢慢流失對本地媒體支持的話 其實我覺得就等於我們华人就沒有了一種聲音 我還記得當年除了報紙、電台、電視台之外 雜誌也不少 但是現在網上自媒體流行了之後就慢慢萎縮了 現在變得很難經營 尤其是我們招人都非常困難 以前是容易很多的 人們對廣播的事業有興趣 覺得很好奇都會來見老公 現在人人都可以捧紅自己在網上 人人都可以做YouTube 拿手機就播了 變成我們請人也困難了很多 但是我們過了28年仍然堅持這個事業 其實為的就是我覺得這個是社會的一種需要 但是你說可能人家都不需要 人家就是看手機看一些東西 人家都看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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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是這樣的 我覺得我們是需要有一個平台被人尊重 讓人知道有一個地方是可以凝聚到 這裏本地華人的聲音 或者透過這裏能夠傳播一些信息 是給華人社區的 我覺得我們需要堅持這個 所以28年來經過很多的高高低低 可能現在就在一個比較平地的地方 但是我們仍然會堅持下去 也都希望力求創新做得更好 除了技術上我們跟著時代 我們推廣我們的網絡收聽 大家可以透過手機 像你上車一樣 你可以用手機連接藍牙 現在很多人都是這樣做的 你與其去看看其他東西的時候 不如你點開我們的聲電視APP 直接聽我們的直播 高清而且不會說 我去到巴士旁邊又聽不到 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整個灣區在哪個地方 你都可以聽得到我們的直播 還有一件事我覺得 環社區在現在我們面對很多的壓力 其實在美國的政治大環境裡 對我們是不利的 我覺得我們更加需要凝聚我們自己的力量 我自己做的那麼多年 就會很覺得在政治力量方面 或者受到重視方面 其實我怎麼看呢 社區可能被人分化了 我們實體的政治力量是分散 薄弱了的 好像今年我們在三藩市來說 我們只有一個市三市都受到圍攻 可以這樣說 如果連這一位陳詩敏都不能連任的話 我們市三市會可能就再沒有還 這個都是幾十年來的第一次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保衛戰 我覺得 但是已經有很多的力量 很多的金錢投注進去 就是要扯他下台 也有很多抹黑很多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 是要我們提醒之外 就是我們現實的環社區的影響力 是受到圍攻的 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媒體的存在 它的重要性 是越來越受到主流政治圈的重視 我覺得 這個我自己是有一個反差的感覺 和我一開始在星島做媒體的時候 人家都沒有聽過星島 我一會兒做City Hall市政府的記者 人家說青島 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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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笑我還是什麼 總之就是當你不是一回事 我還很記得這些經歷 進去那個記者室 小福大樓有個記者室 放在以前沒有網絡 所以每一份的新聞稿 都是一份份放在桌面上 在聯邦的司法大樓上面 的記者室 有一份份放在那裡 我進去拿這些資料 才知道有什麼新聞要採訪 有什麼會議要開 有另一個主流媒體記者說 這些資料是給我們的 不是給你的 嘩 這麼歧視的說法 是啊 中文媒體你是什麼 你沒有資格在這個房間走走 嘩 那當時你有什麼回應 不聽她說 當然是 我就照樣拿 但是態度是很差 她不會動手阻止你 但她在語言上 就是在挑釁你 是這樣的 所以到今天 每逢選舉的季節 無數的政治這些參選人 都很想來我們這個電台 或者很想來我們報紙 星島總的一個多媒體那裡 來到接待採訪 或者見一下我們講一下政績 這樣 這個已經形成了他們相信 或者知道 在這個地方 我可以接觸到更多華人 將他們自己想要傳播的信息傳播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堅持的一個成果 不是說我們自己有多重要 而是說我們為社區真的建立到一個站 一個通訊站 我可以這樣說 讓人知道我們有一個代表在這裡 如果你說我們連這個平台都沒有的話 那就是不厲害了 原來你都力量這麼薄弱的 連你自己一個媒體都不能夠支持得到的 那就更加我們都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我一直堅持的就是這個理念 所以我們媒體一定要做好 無論多艱難的經營環境 我們自己想辦法 也都希望大家多些支持我們 可以最近這樣 我們28週年台慶 我們都想一些東西跟大家玩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吹燦28年歌唱大賽 是的大家都喜歡唱K的 很多人喜歡唱K的K的K 那我們不如搞個歌唱比賽 那很多年我們的台慶 都是用晚會吃飯的形式 可能大家都想有些新意 所以我們今年就會辦一個歌唱比賽 那就是在28週年 我們就在4月28日 4月18日就在華佛的 中華文化中心 就是Hilton酒店的三樓 中華文化中心的大禮堂那裡 我們做一個歌唱比賽 除了歌唱比賽之外 在歌唱比賽之前的11點 我們就會有一個酒會 有一個酒會 先來和大家 我們所有傳台的DJ 主持 同事呢 就會和大家打招呼 我們吃一下東西 喝一下酒 我們交流一下 大家對我們節目有什麼意見 我們交流完之後 酒會之後接待 之後我們就去看歌唱比賽 歌唱比賽 我們希望大家 踴躍報名 展示你的歌後 我們都準備了 豐厚的獎金和獎品 歌唱比賽 我們有參加辦法 因為28週年 所以28歲以上 參加的資格 國粵語流行曲都沒有問題 我們分為冠亞貴君 當然 冠軍有1000元獎金 還可以直接進入 全美首屆陽光精神健康杯 歌唱比賽的總決賽 即保送你入總決賽 有機會贏得2500元獎金 當然也有在Reno 兄弟幫演唱會入場券兩張 亞軍方面現金500元 也有演唱會入場券兩張 貴君是300元 也有演唱會入場券 另外我們還有人氣獎 還有最佳的台風獎 報名的截止日期很快 如果大家有什麼查詢 可以打650 808 8888 喜歡唱歌的朋友 我們回答一個舞台 這次我對舞台的要求 都是嚴格的 希望在燈光效果方面 能夠配合到大家 有一個最理想的舞台 展示你的才藝 等著你來報名 除了報名參加歌唱比賽之外 你說我唱歌一般 我想看 當然無任歡迎 或參加我們的酒會更加好 好啊好啊 需要大家來的 需要大家的支持 記得這個電話 650 808 8888 無論你參加歌唱比賽也好 只參加酒會也非常之歡迎 好這個時間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正式開始 今天這個集結號的題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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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再參加更大更舒適的車室空間 不單擁有 乘載高達七人的三排在椅 還有令人覺得貼心的歡呼行李商門 每當需要上落大型物件時 更加得心應手 我喜歡在鄉間開著現代汽車全新成塔飛 享受刺激的戶外生活 選配H-Track全輪驅動 能使天氣和路況調配前後輪的輸出力度 面對下雪、下雨或者急轉彎時 電子控制的煞車能自動平衡 左右車輪的煞車力度 讓你在崎嶇的路況下 依然可以如理平地 牽制力十足 無論是在市區穿梭還是鄉間路遊 現代汽車全新2024成塔飛 動靜佳儀兩全其尾 詳情請參與現代汽車官方網站 護心腦抗感染 獲加拿大衛生部許可認證 玩具電話 1888-518-7778 1888-518-7778 上星期我去金山寧原殯儀館 參加老王告別儀式 他們最適合華人風俗 服務周到 環境擺設都是一流 可惜我父母已經買了另一間 殯儀預購服務 不是我也想在金山辦理 沒問題 根據加州法例 你可以轉換到任何一間辦理 有很多人都轉換了 只要簡單簽個名授權 金山就可以全部辦妥 金山無原殯儀館在Koma 電話650-757-5566 757-5566 星島中文電台全新廣播模式 下午兩時之後的節目 轉為網絡播出 收聽方法有三種 分別是手機APP星TOW TV 星島WiFi收音機和星島網站 Android手機請到Google Play下載 輸入SINGTOW TV 蘋果手機請到App Store下載 要購買星島WiFi收音機 請即致電650-808-8888 為你帶來更清晰的 立體星網絡廣播體驗 一支川雲戰千鈞萬馬來相見 時事觀察集結號現場直播 開始今天的時事觀察集結號 今天就是梁總 一個人說沒有嘉賓 我們的題目就是馬英九訪大陸 想問問梁總 馬英九作為一個卸任的台灣領導人 也不是國民黨的主席 其實他訪問中國大陸的意義在哪裡 或者實質的作用在哪裡 現在兩岸關係 就在一個極度緊張的狀態 緊張的意思是因為 因為現在台灣的執政當局 就是一面倒擁抱 擁抱美國 也都是接受美國的指揮 直接這樣說 就是接受美國的指揮 是毫無遇地地 毫無保留地去接受 美國對他們的安排 這個對中國大陸來說 就是極度的失望不止 而且帶來很多危機 空險在我身上 因為美國怎樣去打這張台灣牌 我們一直都說 美國和中國整體的競爭 或者戰略目標 是很清晰的 這些叫做 不惜任何代價 要壓制中國的發展 這個發展是全方位的 在經濟、科技、軍事、地緣政治 都要全方位去壓縮中國的上升空間 以至中國不能成為美國的挑戰 因為美國已經在熱視世界大戰之後 一直享受世界霸權的一哥位置 一段時間有冷戰 蘇聯在那裡 但這種冷戰對於美國來說 是耗費一些資源 你亦都要有一些精力要去關注 但實際 美國應該從來都不視俄羅斯為一個對手 為什麼呢? 因為俄羅斯是一個封閉的 一種國家體制的經濟模式 和美國開放的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 所產生出來的效益 和帶動到的經濟力量 是蚊比和牛比可以這樣說 俄羅斯當時的蘇聯 能夠自給已經挺好的 所以和美國控制全球其他 蘇聯以外的地方的資源 相比蘇聯其實都是小的 所以冷戰結束之後 美國更加就是 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 享受這種地位 就不是一種心理上 大家不要覺得 好像我們把這些事簡單化 覺得美國人做慣 一哥不想做什麼 這些說法好像都對的 但是你將事情說得太兒戲化一些 其實涉及到的是具體的利益 美國的這些政治集團 其實在我們上面 有更大的是這些財金集團 這些財金集團控制著美國的政治 美國政治為財金集團服務 而美國政治圈裡面 美國政治這個板塊裡面 所持有的就是美國的軍事力量 美國軍事力量當然是服務於美國政府 美國政府服務於財金集團 所以最後的這些軍事力量 都是服務於財金集團 這些財金集團在二戰之後 所享有的就是世界資源的支配 支配世界資源 所以為什麼推出當時所謂的 我們的全球化 很多東西經過美化修飾之後 就變得很美好的 很正義的了 但是為什麼叫全球化呢 為什麼可以全球化呢 就是有些的企業 有些的財產 可以去分布其他國家之餘 你做什麼呢 你給我車襪 車襪、車襪、內褲 你給我做鞋 你給我做化工 清潔劑 搞些事情 你給我拿些能源來 其實就是 幾個的財金集團 控制著世界資源的分配 然後你們商戶間有貿易 我又要中間抽下水 所以他在享受這些實際 控制全球資源的利益 曾經有一個時期 當蘇聯解體 俄羅斯想馬上一夜之間 變成西方國家的時候 還沒把整個俄羅斯的經濟 交給美國的經濟專家 搞到休克療法 差不多死了 麵包都沒得吃 其實就是 連俄羅斯都要控制 最後普京上來 就收歸國有 把很多的產業拿回來 所以 美國實際這些財金集團 在美國所謂政府的招牌下 其實在我們上面 不是底下 用美國政府的招牌在前面 是控制著全球的資源 而控制全球資源 就不是說 我只是一個公司擁有的資源 不是這樣 不是我們公司有跨國企業 我們投資開個分公司 不是這樣 可以透過地緣政治的關係 透過控制地緣政治的矛盾 然後透過製造地方的軍事衝突 美國為什麼從來 在熱線之後 很多國家都沒有打過仗 為什麼美國一直打仗 不知道大家應該知道 現在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我們未停止過一天不打仗 我們每天都要打仗 為什麼我們周圍要打仗 我們不是意外和平 我們不是超級大國 我們可以擺平世界的紛爭 為什麼我們要打仗 因為打仗有錢賺 有利益 我們軍費全世界最大 我們有這麼多的消耗 我們為了戰爭需要 我們又研製新的武器 全部都在那裡使用我們的錢 拿軍的錢 剛剛要報稅了 4月15日 不知道大家交了沒有 今年我又交了 又要上繳 每個月上繳都不得已 最後還要上繳 這些錢 一路一路吸乾的去 我們做了很多事情 當然也有很多包裝在那裡 所以世界的不穩定 是一些規劃 有時候我們覺得 為什麼世界這麼動盪 有很多不確定性 其實不是 對於一些層面來看 跳上飛機 飛到上去雲層上邊的時候 你就很清晰看到 這些都是一些布局的安排 不是真正的不穩定 所以台海的關係 到了今天 變得 為什麼這麼敏感 就是因為 現在的台灣執政當局 全面毫無保留地 聽任美國的指揮 包括在防衛方面 完全開放 美軍現在是 接管台灣的防務規劃 訓練 武器設備裝備 戰術 將來的打法 全部由美國國防部來 都接管了 現在已經 為它安排了 是吧 所以這個對於 中國大學來講 是極度 不是說是 逼到 快來到一個臨界點的地方 你將美軍 永久駐在台灣 能夠接受嗎 接受不了 美軍當然換了一個形式 養過了 烏克蘭模式 現在 就是烏克蘭模式 一樣 美軍要找一個代理人 戰爭 要打俄羅斯 烏克蘭去 現在台灣就變成 下一個烏克蘭 一樣是 這樣去處 但是台灣民眾 和烏克蘭民眾 都有些不同 烏克蘭民眾 經過顏色革命之後 實施了多年的 壽俄政策 有納粹分子 變成了 有一種 對抗性 台灣對中國大陸 就更多的是一種 經濟優越感 生活 所謂文化優越感 但是你說 到有幾仇恨 我現在感覺上 還未到很仇恨 到我要和你拿槍 要拼命的地步 只不過有一種優越感 覺得你大陸 人低 窮 落後 沒有文化 都是一種 很淺層的 優越感 脫離現實的優越感 所以到戰爭的時候 其實是困難的 但問題就是 當你一個政府執政黨 不斷地接受美國指令的時候 那麼台灣的關係 必然會緊張 因為你不能夠 不應對 普洛西去的時候 又要軍演 接著再進一步 如果美國再進逼一下 在台灣那裡 更多官方的行為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這樣 所以中國大陸 一直都是 北京 堅持要爭取和平統一 盡最大的努力 要爭取和平統一 但是現在很多人看來 都覺得這個是 沒什麼可能的時候了 即是美軍都已經 軍事專家已經進駐了 然後就抽了台灣軍隊 過來美國這邊 訓練 集體訓練 訓練那些特種部隊 這樣的時候 和平統一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呢 我相信有很大的一部分人 都會覺得 沒有可能的了 這個真的 真的沒有可能 看看什麼時候武統 有一些所謂鷹派一些的小粉紅 就會覺得 中國解放軍那麼強 隨時 現在說的都不是說 多少個月的時間 如果真的要進攻台灣 可能就是三幾天的時間 但就已經搞定了 那為什麼不重去呢 其實不是這麼簡單 整個如果台灣發生戰爭 不單止是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問題 而是引發的後果 讓美國拿著 不單止整個台灣 沒有好日子過 連中國大陸本身自己 也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這個不是說 武統我們有能力 就可以做得到 是客觀的政治環境 是比較困難 所以爭取和平統一 仍然是代價最少 可以這麼說 代價最少 是艱鉅 但是中國不放棄 所以為什麼這次 馬英九再一次被邀請 去到中國大陸訪問 而且現在消息說出來 就說明天下午 在人民大會堂那裡見到習近平 那為什麼要這樣安排呢 大會來講 就是表現出北京政府 爭取和平統一的新一輪努力 那也有很多說法 那些評論員說法 譬如我們父母那一代 或者我們這一代台灣人 都會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但是下一代他們已經覺得自己是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那再講和平統一 會不會越來越難呢 是啊 所以有人都會說 一個馬英九就落任了 他自己做總統 做領導人 那八年裡面 雖然兩岸交流很活躍 但是他始終都沒有跨出去 政治談判我一步 只是說不獨不統不武 那就是一種假性台獨 可以這麼說 隱性台獨 但是現在之後 又來賢王子孫 又要製造 又這些 都是中國人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我覺得 馬英九有自己的政治身份在我身上 雖然現在就什麼都不是了 但是未至於什麼都不是之後 就成為國家老鼠又沒有人管 你看現在陳水扁 都做過八年了 陳水扁還坐牢了 那現在出來了 他就過自己安享晚年了 有沒有什麼政治能量影響力呢 可能偶然講幾句話 有人報導一下 但是實際影響力是沒有的 相對來說 馬英九 都還是有一定的能量在我身上 因為他從政這麼多年來 他人是比較正直 正面 他的才能如何 你可以說他的才能不太好 或者他的氣魄 他的格局不夠大 其實他絕對有可能成為一個 中國歷史裡面的重要人物 他可以是推動兩岸和平統一的人 但是他沒有這個膽量 也沒有這個氣魄去做 你可以批評他那些 但是作為一個從政的人物來講 他是正直乾淨的 一個是什麼人 所以在台灣來講 有些人覺得他老套 年輕人 但是你不會覺得他很負面 而且他特別重視年輕人工作 在南營那裡 這次他帶了很多年輕人去 去年也是 所以他在台灣是有一些力量的 在南營裡面 現在的政治人物 你看一下朱立倫 或者剛剛選完的侯友宜 有多少能量能夠跟馬英九來比 如果走出來 可能馬英九的關注度吸引力 都比他們更高 你說韓國瑜現在做了議會的議長 他有實權在那裡 韓國瑜人氣都很高 韓國瑜和馬英九其實都 我覺得相差無幾 可以這樣說 不相伯仲 所以馬英九是有一定的力量 在那裡 受關注度 所以如果他能夠 對於兩岸的現在的和平發展 我覺得是有一種象徵的意義在那裡 也都是透過這一次 不知道會不會真的舉行 大媒體的報導 就是明天下午 如果真的明天跟習慣平見面的話 我覺得是對一個習近平 反而是不要說利用 借馬英九到訪的這個機會 再一次向台灣釋出和平統一的信息 不是說馬英九回去就可以簽些什麼 或者搞些什麼大運動 不是這樣 也都是可以透過這個 在國際媒體之間 會引起一定的關注 因為習近平見什麼人 我想各地媒體都會關注 特別是台灣 你說見一個前的領導人 兩個又再見面 上一次是2015年 在新加坡 所以這次又見面 這個一定是國際新聞的話題 他們都要找一些角度去報導 用西方傳統的 只可以說 兩個敵對 中國大陸要侵略台灣 但是如果馬英九表現出來 這個講話的內容 不是這樣調子的時候 我覺得至少就會在這個 國際輿論上面 就給大家多聽一種聲音 不是說全部都是好像 西方製造出來的輿論 台灣人是獨立的 台灣人是抗拒中國大陸的 不惜一戰的 其實不是的 是有另一種和平發展 以至終極統一的一個選項在那裡 我覺得北京是謀求 或者如果這一次習近平和馬英九 有第二道會晤 我想主要的信息都是在這裡 其實台灣是有選擇的 是否需要一面倒的 跟著美國這個戰爭的戰鼓來走呢 是不是一定要搞到全民皆兵 每戶都要派一支暴槍 拿一堆手榴彈回家呢 那麼台灣人究竟想過一種什麼生活呢 想你到處埋地雷啊 打巷戰啊 怎麼樣我們兩岸中國人 是不是需要這樣去敵對仇恨呢 最近不是一個網紅的 去了中國幾天之後 台灣網紅去了中國之後 本來是親綠的網紅 去完中國 超喜歡中國 說了一大堆直播之後 回來被人罵到死 為什麼一定要仇恨中國呢 為什麼一定要看不起中國大陸呢 所以我想是 現在是讓台灣人多一種的選項 希望理性的聲音能夠保存下來 雖然這個很艱難啊 很微弱 因為台灣媒體在民進黨統治下呢 就清一色了 好像有些不同民進黨政見的媒體 一個一個都被封殺了 現在全台免費的電視台啊 這樣幾乎呢 都是清一色了 除非你上網看了 你就會另一些的聲音 所以在政治宣傳 包括教育方面 教育長期 正式的教育啊 由這個中小學開始教育你們 就是台灣人 你們不是中國人 或者不讓中國相關的歷史 你們讀 沒有中國歷史讀啊 中國歷史就變成了 東亞史紀業而已 在長期教育底下 當然是會讓一些年輕人 覺得不熟悉中國 但好像馬英九這種行動呢 我覺得是 能夠帶出一些的聲音出來 希望能夠有一些作用 是 年輕人呢 在這個方面呢 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多些回到中國內地 看一看 你可能會整個改觀了 都不定 像你說真是個網紅這樣 是啊 其實去大陸呢 就是沒有限制的 現在台灣年輕人過去 是沒有什麼限制的 你可以自由的 找張機票啊 這樣就過到去 但反過來 六項要去台灣呢 就受限制了 受限制的 所以你說台灣 已經有不少人是 居住在中國大陸 工作啊 讀書啊 是不少的 其實 但是你說那些都不想出門 去見都不想見一下的 那你很難改變他的思想的 就希望兩岸關係 能夠多一些 好像馬英九的人 明知艱難 但是都表示一種 大家為了和平的努力 馬英九 雖然呢 真的很可惜 錯過了他 任內八年 沒有多做好事 可以這樣說 但是卸任之後 反而做多了 現在這個年紀 仍然有心去做 我都佩服他的 講得難聽些 是不是將功補過呢 這樣補不到很大的 因為在歷史上 可以做很大的貢獻 補不到 但是至少都見得出去 沒有放棄一些的努力 不會說 他可以優柔過自己的好日子 什麼都不理就算數 對嗎 好像美國總統一樣 每個人都退休之後 很優秀的生活 一場演講四五十萬七八十萬 一個演講費 少談政治 但是馬英九能夠堅持做這些 我覺得他也是一個有心人 希望他能夠拿到更好的成績 好 照顧時間也差不多 最後也提醒大家 一定要參加我們四月份 台慶月的各種活動 記得我們在四月二十八號 會有一個台慶的酒會 加上歌唱比賽 是 十一點開始的 這個酒會 大家可以拍照 聊聊天 吃東西 喝酒 我們五月有一個華工鐵路 的旅行 一個旅遊團 梁總帶到的 155週年 這個華工鐵路 我們為什麼這麼多華人會來美國 其實跟這條鐵路很有關係 美國要蓋這條鐵路 又不夠勞工 中國就 運了一大批 人口反賣 其實我們都知道他們做勞工 不過條件很苛刻 賣豬仔過來 蓋鐵路 如果沒有中國人 就蓋不成這條美國的鐵路 橫貫 東西兩岸鐵路 這條鐵路的俠籠 就是完成了 今年是155週年 就在尤他州那裡 所以我們組了一個旅遊團 去參加這個儀式 也都希望在這個活動裡面 我們就懷免一下我們的先人 因為如果沒有他們的辛勞 第一 沒有美國的經濟 這條大動物 就打不通的 所以美國經濟發展 在階段性來說 華人的貢獻絕對是巨大的 但是當然是用完職器 就沒有一點感恩 這些華工 更加真的用完職器 不止之後還跟著排華 還要趕去走 有很多地方還出現 放火燒華人的村落 這些種族歧視 還是很惡劣的 其實我們的環境 所以我覺得不容易 到今天我們 重走這個足跡 去懷免一下 我們在美國的先輩 這個是很有意義 當然也是一個旅遊的性質 希望大家踴躍參加 現在有好幾十人報了名 我們還有魚位在那裡 希望能夠爆滿 其實現在說 不是說要賠償給黑人的 加州在說 我覺得應該都賠償給華工 是啊 應該賠償給華工 因為當時他們的工作條件 好像奴隸一樣 是啊 奴隸式的 而且他們沒有醫藥的照顧 高工時的工作環境 死了都沒有賠償 死了都沒有賠償 很多是因為過勞而死 工作環境的危險 在那些隧道 山開的鐵路路軌 死傷無數 你說應不應該要賠償 真的應該要補償 好 今天節目時間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想參加 我們一系列的慶祝活動 記得打650-808-8888 現在就打出去了 我們下星期再談 拜拜 以上節目發表的言論 純屬個人觀點 並不代表星島中文電台的立場